各位法師 各位朋友 大家很幫忙 今天到現在這邊 我要介紹一下我的研究還是收集 我想剛剛那個余政老師 他也談到我的官 教數位收集跟史標卡的作用 一個重要性 我想這個是很值得的 因為我們自己在收集資料的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把它變成是一個文化財 變成是一個公共財 可以讓更多人可以分享 所以也希望我們的挑戰領域 那我今天介紹的主題是 一個台灣佛教史的重要領路 叫曾景來 然後他為核心來談一下 譬如說他的角色的地位 還有他的在台灣佛教界的影響 或是在華製國家 又是在華製國家 又是在華製國家 都把他接受的教書 所以究竟一直變 所以看到華製國家 和他有關的一些事情 那我把它用一個名詞 我把它叫做台灣佛教界的跨界者 跨界者 就是曾景來正的一個人物 那這個跨界來講 這個有適合一個跨界 我在這邊 大家這邊可以看一下 那這位跟領域來講 大概知道 大概不知道什麼 知道他的一個角色 他是美容客家人 然後他是那個 李堅村的表弟 然後他是第一代 比如說去跟幾個台灣的學生 第一批去日本晉晨大學留學異業 他也是台灣第一位晉晨大學異業的學生 等於說是台灣歷史上第一位 他因為在國教大學區的這個 這個一個科學的 他同時研究國學 他自己也研究台灣的一些 民民宗教信仰 還出了很多一些學問 所以他的學識 學養修持是非常重要的 那跨界我把它從四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他時代的跨界 也就是台灣的近代的 佛教研究他算是第一代 有一種傳統轉變 傳統那種講經式的 那種佛教學的研究 然後變成用現代 那種學術的方式來做研究 然後他是第一代 就跟幾天最大就是第一代 所以我覺得他一個時代的跨業者 第二個他是一個國主的一個跨界 也就是他是受日本的現代佛教的影響 那他尤其在台灣這個 第一個佛教學校 佛教中學營讀書 然後到日本的菊德大學 呃 呃 是從這個古法普派片的一個門生 那所以他就完整地受一個 日本佛教的教育 但是他本身的一個生平呢 他要跨到這個戰後的這一大段 所以他同時也面臨這個 中國國教的一個巨大的影響 所以他是 他所謂國主跨界是從日本的國教 跨界到中國國教 他這個轉移來講的話 他具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推薦 那尤其他在二戰期間呢 那這個他曾經到台南島 被日本聖子指派去做這個工作 編輯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把它 又不是那麼準確稱過來 把它叫做呢 戰略出去佛教的半山 這麼一個叫聲 他的意味來講 他同時理解日本佛教 那也在這個大時代轉變當中 他有在大陸工作和活動經驗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呢 有成為中國佛教會 發展理事會會長 然後來執行中國佛教 還有人間佛教的一個任務 所以呢 我覺得他願意一下 我們在政治界講的半山這個角色 所以讓台灣人 從日本佛教過渡到中國佛教 這一類的人他具有編繫的一個意義 我覺得值得討論的 第三個他是深屬跨境 也就是說他受日本佛教的影響 所以他在這個日記時期來講的話 他曾經這個受日本佛教的影響 他這個有太太 然後他也沒有他也吃肉 所以呢 這個是介於出家跟在家之間 跟我們傳統的漢團佛教 所以戰鬥的漢團佛教呢 是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的 所以這個身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對他去理解日本佛教 跨越到中國佛教 然後台灣來講的話 早期重要跟佛教的 對一般的民眾 對受到佛教影響 重要的是摘教 不是佛教 所以摘教本身呢 也被稱為在家佛教 所以我覺得 反而台灣人來講的話 對所謂在家佛教 跟日本佛教 對所謂在家佛教 有太太吃肉 這個系統並不陌生 有關的關係 所以呢也使得這個 曾經來他對於這個 台灣的民間宗教信仰 跟佛教 他有一定的認識跟掌握 第四個就是宗教的跨界 在日時期他曾經擔任過 總督府佛教課的這個註託 然後去調查台灣的民間信仰 他的那本文書 也說一下什麼 台灣的宗教肉錫什麼東西 這個書來講的話 變成是 應該是台灣 第一本比較專注做台灣的民俗 民俗還有信仰的一個書 那當然他有他的立場 所以可以說是少數佛教 佛教的人士去做民間信仰 台灣的民俗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 所以這是他的一個基本上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他值得去認識和理解 那他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 但我相信在台灣 這一代的應該說 還有一些可以做一個跨時代 跨時代跨宗教的一個研究 但是他在戰後來講的話 那他活於這個台灣的佛教界 可是在戰後來講的話 他就到華臉來了 一方面可能在中國佛教整個市域進來了 所以這個他就到 比較厭遂的華臉佛教的地方 那等一下會用一些圖片來做一些說明 那麼在戰後華臉佛教 雖然在地緣性來講的話 華臉是比較寬山的一個地方 可是他卻是在實踐人間佛教 一個蠻先進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都是在正經來 他在主導這個東慶寺 還有這個華臉佛教所展開的一個動作 連人間佛教的具體的行為 包括他辦很多佛 辦這個華臉第一個佛教幼稚園 他從事監獄佛法工作 然後他整個東部 他是第一個去辦佛法婚禮的一個人 他是東部第一個 也是臺灣第三個個案 那這個鄭東老師他有一天 專門一談佛法婚禮的文章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他從事了地方共同活動 他甚至於開封期這些 大概在美國五十年的時候 就辦了環島的一個宗教處理的工作 所以這是他第一個人間佛教 在華臉佛的展開 第二個我覺得他這個是 就是跟民間信仰的互動 這是指東注意的嗎 那等一下我們看一些圖片 可以看到說他本身來講話 他在華臉做一些佛教 有些儀式、法會 還有他的一個基礎來講話 他跟我們現在的一個 一般的生女佛教 或者正型佛教有很大不同 就是他沒有那麼 他沒有那麼大的一個季節 他在一些水路法會 還有一些渡渡儀式 他都會用一些民間的一些方式來進行 然後有很多的 他在環島的 中道環島的環島學歷當中 他也去拜訪很多的一些 物件工廟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我比較強調 就是說呢 他現在台灣談到花蓮的佛教 我們大部分直接想到一個慈激的關係 他是在1966年後 不是我們所界別的佛教的一個團體 可是其實在 我們今天看到慈激做一個 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 《慈激人間候宵》 中一個代表者 但是我相信 這個在慈激 我覺得正念法師 他當年那麼重 他是因為在花蓮 在曾經白 他的一個 他的事件之下 已經打下一個非常 不靠的一個基礎 讓慈激也有一個學習的典範 這是我覺得可以去留意認定 那我 這個大概我的大概是這樣 那我想要用圖片來說明 然後我也想要用圖片 呃 來去說明 可是就是說呢 我們從 我們如果只從一些文字上的理解 那會得到一個概括 但如果有實際的文物 或者說一些圖片來講 可以強化那個 呃 真實的 有效性的 跟他有說 好 好 開箱的第一章是 一時期 這個 東進市的前線 他是在三個試驗 合成的 那 我有些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有些文章 這個是在當 我們華蓮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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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收集到的 這個 這個 也是 東進市的前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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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沒有地方放 呃 只好放到研究室 所以研究室 已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人趕進來 哈哈 那 那 那 我的同事也看不過去說 啊 你擺那麼多不太好 那我說那分你寫到你就是 他沒有 那你講的話幹嘛呢 所以這個就是證明說 要有一個文物收藏室 做他們的案件 不然國會倒霉 那這個是綠蓮師他們以後 這個 後有時候他會想讓他們 看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原作 看一看 然後這個是在找我18年的時候 我不曉得 我不太知道這個 完全上的他們 他來學一下 可以 可以 得容好 得容好 好 所以當年這個 林泉寺 他們的一個勢力 生長很快 對啦 針錦來他是屬於 林泉寺的太小 然後這個是 43年的時候 東俗法師跟新語法師來過來的 東俗法師就是青年新語法師 當年的這種法相 那這個是主名法師 他們也四十五年的時候過來 受藥過來的 當年就很多這些 這些受藥寺的大法師 也過來畫面 然後 然後白色法師 他來獎金的一個紀念 因為 停留了好像一兩年半 還留了一份宿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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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教室 甚至于当时一个法籍的法师 也有过来 然後這個是張家伯伯 張家伯伯也來發言獎金書 他獎勵出來有點麻煩 他國語不會太行 所以必須透過翻譯 把他的畫翻成國語 然後再翻成台語 所以二手翻譯就是由當時的這個字 張家伯伯的翻譯 那這個是幾年要求的是日本的生命 來講解會 這個是在民國四九年的時候花蓮辦的第一次水平大訪會 文大訪會 台灣戰鬥的時候 這個應該只能研究一下 他辦什麼時候開始第一場 但至少我覺得在 至少這個畫裡面第一場 畫裡面第一場 然後因為這個是佛教最大會 文大訪會 說讓大家看這一場 書登高 我想佛教的法 佛教學法應該沒有書登高 就是很明顯的 寫在 從跟民間的一個公廟儀式的學習 然後召集一堂兩屆的這些神會 過來的一位 那就是當時水路法會 他的聚餐 聚餐 當時的同時 有一些聖靜靈儀式 然後當時的一個信眾 晚上的活動 到水的 他們在前面散出網子 所以我們法會的這個現場 這個是他們的法會的一個部 國度國道 因為我覺得他很想在這位國度的宮廟 他在辦一個這種開桌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是在曾經來他的時候 因為他同時熟悉佛教跟明年信仰的一些 我們兩邊他都熟 所以他就讓他慧用起來 那當然在這邊的一個部 他是用數 或者是用他的選擇 在六個哉堂 然後在晚上的時候 他們還有一個送進的訪問 我看到大概三個車 這些 你看這個就是 他們在中元 榮譽中元 中元級的時候 他真的就像一旦五間國廟 在一旦五度一樣 甚至一旦五間就叫中元 一般國教他在七月半 他就是用中元級套戰改革 後來說 我們會來看看 那些地方 然後來再 他有這種點光 他就是 他很棒 那個 往生走的 他會不會很漂亮 然後來看 他們處了一些地方的活動 然後到環島巡禮 所以看到 他們這個佛教團體環島巡禮 他會到草莉宮去 然後到龍山寺 到很多一些地方的宏廟 所以這個是 在今天的佛教建設 有太多重要的事情 那是幫助辦了 我常常廣告花蓮 第一場佛教婚禮 來在大靚圖千 Viele 大靚圈 大靚圈 二枕 跟 Taliban 大靚的價錢 star 那一個 跟兩人 他們是有其他人 大靚圈 在 在 在大靚圈 你在 這時候 Pattern 少女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一個總結就是說 這些圖片我們可以去印證說 它的活動紀錄 第一個可以看到它實際活動紀錄 第一個可以看到說 從普遍的實相當中看到 這個佛教的一個人道者 他在念的年代 他怎麼去思考 這個佛教他本身的定位 跟他的可能性 相對來講 我覺得他因為跨界的教授 第一個他本身有一個矛盾 第二個他本身有一個矛盾 也就是說 在當時佛教還沒有那麼大的一個 新生之前 其實台灣人對宗教 佛事不是道理解 是從一般勢力最廣的宮廟來的 所以整體以來 他就聯繫一些地方的宮廟 把佛教更有效的擴展到 台灣的一些機場當中 我見識他 這是他身為一個跨界者的身份 很小時候 可以去做一個事情 跟今天一樣 最後我希望說這些文物質量 有一個優勝之處 不要再放在研究手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老師 我想看下面真的很不一樣 有沒有大家注意到女性的穿著 女性的穿著變化比男性的穿著變化更大 從日本的鄰修圈套白的有沒有 到老人家的那個到在庫的衣服 到穿旗袍 到後來的那個女生的那個西裝式的裙褲 有沒有看到 就是他的那個 他裡面塗了很多東西可以看到 好 那